真正的按照行星的运转在运作的手表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我们现在是在宁夏中卫参加凡克亚宝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的名字就叫苏雷西多瓦了 现在我就带大家看看有什么经验的作品 苏雷西多瓦是凡克亚宝这次活动的主题 关于天空的 这里有几款凡克亚宝的跟天空有关的万表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款叫诗意星象 这款是南表表盘上模拟太阳系的运作 中间这个自然是太阳了 周围有五颗行星象征的金木水河土 这金木水河土是我们在地球上肉眼能够看到的五颗行星 这个五颗行星向模拟真的天体的速度在运转 离得越近周期就越短 这个表还有一个特点 它可以设置你的幸运日 转动表圈 把你的幸运日调在一个指定的日期 到了那一天 这个星体里的一个地球刚好就处在那个幸运星之下 很有意思啊 这也是凡克亚宝的诗意星象 在这个行星之外又加了一个维度 就是在地球上又加了一个小卫星 就是月亮了 这是女人喜欢的东西 这就是2018年日内瓦钟表大掌的最佳的紫杂铝表 这款表它是巴黎星空下 它是一款具有星空功能的万表 在半透明的蓝宝石镜片下 它露出来的星图 正好是在特定日期下 人们能够看到的星空图 这个是以北班球为代表用的是巴黎的星空 这款表应该说是凡克亚宝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你看这个仙子 它拿了一个瓣 还有它的一个翅膀 分别作为时针和纷针 在指到一定程度以后 有一个非反功能 回到了原点 重新再指 这是一个凡克亚宝比较擅长使用的一个复杂功能 叫非反 它的表盘呢 是一个透明法郎 这个工艺叫flanke 可以在法郎的胎上刻出花纹 然后再用半透明法郎附在上面 既有法郎本身的色彩 又有底下击搂的纹理的美 可以表现星空啊 夜空啊 仙境的感觉 这个是特别值得介绍的 这个叫Bukla Cosmic 也有叫雷神头盔 这件珠宝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天体的现象 它正好也可以体现了凡克亚宝 它的珠宝的特定的工艺 把金属和接应的宝石 做成了一个很柔美的一个形状 像一个扣一样 戴在身体上会让身体更美 这是珠宝的最重要的属性 从香功方面 从选尸方面 也能代表凡克亚宝的独门秘迹 看这里的蓝宝石 你都看不到转 这里它用的是一种隐秘镶嵌 让宝石的切工和火彩 能够充分的展现 线条更加纯美 戴在身体上 优美的线条 让女人更加的美丽 凡克亚宝的苏里西多瓦的活动 就先介绍到这里 马上就要看星空了 B站上的朋友 一键三连 其他平台的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互动